鳳梅網路電視 觀眾朋友 鄉親師傅 大家好 你們看見主義的玉琳 主義的主義 就是出國就冠軍回來了 稍微替我們補責說 你現在出國後進行很順利嗎 沒有啦 主義是處理一些海外 修理性的一些工作 所以很順利 一切都很順利 是啊 這樣還錢一條條一個冬回來 更快要來我們這裡 我們今天就是說 要來共同探討 我們怎麼會建國都建不成 現在我們台灣就是說 人家說到建國麻煩 如果有一個機會 開來蓋擋一下 畫畫一下 好 麻煩要發修過 又趨於平靜 現在還有一些事情 刺激一下 又開來畫畫 蓋擋一下 又落下這樣 為什麼我們會說 結果 躺在他後面的 麻煩的理想和有心的人 結果對對後面的頭髮說 不知道要怎麼做 做完的 又都定義了 現在變成說我們台灣要建國 獨立要建國的 本來就是民進黨 現在民進黨就走到中國 說台獨不在台灣說台獨不在台灣說台獨不 他就說他要去中國 要說台獨 結果中國就沒有幫他補 這樣比較好聽 要不然他們沒有額 沒面子 就是說我們要來探討 今天我們是怎麼 建國建不成 這個原因 除了之前我們有來講說 太多麻煩 我們沒有自信 我們都拿香對白什麼 還有一些我們要建國 要為我們自己的基礎來做 我們今天我們來講這個 台灣委員有一句話說 暗時全補所 天還沒有半補 這其實當然不是台灣人的願罪 其實國民黨長期以來 我們已經接受中國國民黨 在台灣的國民 水腦教學已經超過七十年了 所以我們一直停留在國民黨跟我們教的 我們做標民工作 如果到晚上就全補所了 明天要做一十天就想要建國 天空就沒有半補了 其實建國是一個 建一間房子會綽培 其實我們房子好也要來請客 也要來綜逢 要施養 這間房子建的才會漂亮 今天跟大家來探討 台灣人其實說起來很可憐 就是這六七十年以來都被國民黨一直衰鬧 和你無面的教友 自身到台灣現在是世界教友普及的第一名的國家 但是相對沒有國際上色的人民 當然這不是老人的願罪 我經常強調是說這不是我們的願罪 這是我們不幸去遇到一個遭遇的一個政權 我們也來台灣用這種專制違反独裁 我們北斷這種人權 主張 輸送這種政權 來幫我們北斷這個管理 讓我們所需的教友 沒有自己獨立輸口的空間 沒有辦法有自己獨立判斷 對事情都沒有辦法沒有判斷的能力 因為過去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甚至 要聽話就好 才換下去 甚至當時有一個興奮 我相信劉老師有哪有參加過 憑我一百點就是說 意圖顛覆政府 憶度啦 憶度啦 憶度的監獲政府 這意圖就是說 我遇到這個想的 其實我遇到這個想的 你哪有可能會知道 你哪有可能看得到 我每天也想要唱銀行 這你看不到的事情 你也沒辦法去想像 但是這樣可以破判亂罪 所以說過去那種過程我們當然會覺得很好笑 這主要是什麼 最主要是台灣人 在這個差不多近30年以來因為的經濟 有相當聽到這個變化 造成到這個 人說有些參加了 有錢 但是就沒有那個文化內涵 台灣的這個文化 到現在有些 完全沒有我們自己 台灣人的文化 最近有一個台灣文化的出進會 剛才成立 這是一個生老的團長 他一直在家用心 今年 買年八十歲了 他到現在還不願意放棄台灣 這關這麼久等的台灣的寡婢 的這個文化 所以在差不多三個月前 他就找我 希望我可以到三天 來共同生立一個台灣河路的文化 這個出進會 當然這個組織已經生立了 他 我也採訪第一次的理事 我只想說 在我們作音的時候 我們常常聽到這個寡婢 我們在學校特主要聽到都是國局 國際 那個國跟我們的國就不一樣 這主要是他在創什麼 記到一個日子可以記到幾個分鐘 跟我們的寡婢教宗教宵到中到後 那如果沒有看問題 我們基本上都聽不懂 但是你看看台灣的寡婢 你看看多好聽 台灣的寡婢 不用看文字 你就聽得很想像 你完全了解 這個局本裡面 他所穿的寡 那個內容的 那個氣球是什麼內容 你都很清楚 這就是什麼 這基本上跟我們的 那個長期的這個水腦教宵有關係 因為我們一直保持著 我們本土台灣的 受益台灣的 本土文化的寡婢 我們一直覺得這個不追準 所以這個不追準的寡婢 一直無法讓這個 普遍的台灣人來懷念 還是說再來 繼續來延修這個文化的傳統 這個當然是跟 中國國民黨走來台灣之後 一直要把台灣人帶到這些原來 有的這些台灣的審訊 台灣的審訊 一直要把你碎掉 所以現在台灣 近三十年來 台灣的外交會節節敗退 因為無人生贏中華民國 全世界無人生贏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自己在發送的 所以台灣人如果沒有提醒 我們的一些國際觀念 老實說我們要跟國際上往來 我們去到國際社會 我們會讓我們覺得 我們好像不是爭壞 爛爛的那種香巴勞 你知道嗎 所以不怪說 這個有一個 這個那種 那種 孫正的中國人 你也有台灣人說是台八子 當然這是對台灣人非常大的 這個無尊 他不想說台八子 其實就是 他就是鄉手 說這句話的人 其實就是鄉手 但是他沒有反省 沒有檢討的能力 包括最近你看 這個台北市的 這個鄉主親的案 或是娜蘇如馬研究 辦公室的主任 他們到現在為止 中國人要把你發失禮 把你度假 那是比頂天更困難 大家去回鄉 過去阿扁總統的時代 但最近 消化的事情不對 人家就說了出來 每天都要把我們台灣人發失禮 跟台灣人度假 這什麼 人度假 不是一般的事情 人 事件總是沒有性人 就是說要有反省能力 這個人還有救 我們一定要有反省 自我反省減透的這個能力 因為反省減透 才會讓一個人 更加在進步的時候 台灣就是因為受到 這個中國的這種 一些文化 這個教育衰鬧 造成跟台灣人 現在都 加上台灣人 受到這個外來的 中國國民黨 這個衰鬧 這個教育的影響 台灣人 怕死就不生人 這個 不認錯 現在就說那句天下無敵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就那句的代表 那句是 人多必有白痴 樹多必有枯木 樹無疲必死無疑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對啊 今天這個社會 變成這麼多黏體 這麼多靈體 這麼多靈體 基本上都是受到外來的 這種教育 幫我們衰鬧 我們覺得說 我們不能適應 我們的尊嚴 因為台灣不正常 所以 一直到 我們這麼多年來 這個外交都 直接拜 拜託 一直到一個斷告 不正常出的 二十三個國家 就是說 社會全世界 沒有人要在的 沒興趣的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 要跟台灣維持這個外交關係 其實說起來就是 為了貪到台灣的錢 台灣有一個 開支外交 就開這些錢 一年開幾億萬 來買收這些小朋友 來這種 像你狀風 像你裝飾品 這樣 拜拜 這樣 就覺得說 我就 接著還有二十三個國家 這個 跟我有斑告 接著有二十三個國家 說 聲稱說 我叫做中華民國 那基本上都是一個主委 啦 自己發送 公共發送 一個 那種 那就是因為 沒有斑告 沒有正式的斑告 所以斑告目前 雖然有二十三個國家 這個外交關係 但是呢 這個國家派來台灣 這個 什麼叫做大賽 這個 其實都沒有外交 的這種背景 都是青菜 派一個 他們當地人 這樣 請一個人派來台灣 我知道很多 這個 中美洲 的國家 他們派來台灣的大賽 都 甘部組合去 公開去 去 去 請求 請求 有人要去台灣 做大賽 現在 譬如說 一個中美洲 一個 小國家 要派來台灣 這個國家 就沒有錢 所以他沒有這個 經費 所以他去 訂補紙 請求 要派來台灣 這個大賽 他條件是什麼 我派你去台灣 做大賽 但是 你的費用 我一年才可以補貼 譬如說可以補貼 十分錢 你自己想辦法 要怎麼想 結果派來那些 都不是正常的大賽 來到台灣 就利用大賽 外交的 這些豁免權 外交的一款 可以 賣車 賣油 賣油 因為他們車 油都不用水 所以說 暖國要加蓬國 這個台灣 澳來 澳來要加蓬國 這個 尿漆賽 動作進駐 如果說 我比較早就 無難加六變 所以 至少跟外交 的所持 一直沒有辦法提高 包括外交 外交派來這裡 現在 搶來 那些雞大賽 甚至 台灣 要派出去的 這些大賽 其實現在也沒有外交派 沒有資格外交派 總統如果開心 總統只要 如果送 就派一個軍人 去做大賽 軍人 跟一個資格外交派 是很大的差別 一個門 一個母 那天差地 真正 沒有外交派 派去新加坡 一個小蚵 有 那也是 其實也不是資格外交派 那也是 一個軍人出身的 現在 現在 馬英九 現在 現在 馬英九 現在 馬英九 現在 去祖米 代表 會進行 進行 現彎 原建生 它也海軍出身的 所以 因為 沒有資格外交派 帝蘇跟台灣人 在國際社會 有很多 勒義 都對人 沒有 所以 台灣人 除了要警告 有這個夢 有這個威大 未來的 這個夢 以外 我們其實也要不斷 來 透過 各種的方式 各種的官道 我們也來 來 跟台灣人分享 說 我們要怎麼去提醒 我們在國際上的 基本 是基本的一些 礼儀 譬如這樣說 學中 也是一種礼儀 對 譬如說 在歐美的國家 如果你要去聽他的音樂會 都要穿很正式的學棕 男人 最起碼也要拍一個音樂 或是 看一個外套的學棕 女人 一起碼也要穿一個音樂棕 或是比較熟 理事理學院的 正式的 你看看台灣 一個 一個 一個國家級的 這個 什麼廟廟的 國家音樂聽 我經常去聽音樂會的時候 我看有人穿 大天有人穿蝶蝶 有人穿蝶蝶 有人穿蝶蝶 穿蝶 這是 在歐美的國家 是對表演者非常 沒有礼儀 很大的蜘蛀 但是 我們台灣人 如果沒有做一個提醒 老實說 我們會讓我們看水壞 我們會讓我們看不去 所以 我總是說 是一種的礼儀 你看 這個 歐美的收入 有這些先進的國家 他們如果 上班做的 只要理事上班 10%人正式上班的 理事上班的人 都一定是 正式的學種 就是社福 我們說的社福 那麼 在台灣不是 在台灣社會 這比例說 郭大英的做蝶 人 都 這幾歲才有機會 穿蝶蝶蝶 所以 平常做蝶 都穿到 一些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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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在補的這些 漢衫 漢蝶 漢蝶 學中 學米洛 以前叫做 早期 以前叫做 學米洛 學米洛是 娶婆的時候才有穿 娶婆之後 學米洛就 在那裡 不然就等到 娶婆 等到過年 不然娶婆 娶婆 學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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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拿來穿 這層文明國家 的穿差 就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 文明的國家的人覺得 孝魂要去穿 要穿 要穿 輕鬆 我們就是因為 沒有受過 好的教育 沒有受過 正常的教育 所以我們的生活 都跟人家倒拜 抵手高 你如果去國外看 你如果去國外 早期去國外走 如果穿 世中 那幾代的觀光客 那些都是台灣來的 那現在 你去國外走走看 如果穿世中 那幾代在國外 你留意的 都是中國人 那中國人看出面 那世中的 牌子 替你 替你的手 也不敢 撞掉 這在外國 在國外你走的 都常常看到 這看到你會覺得 這很好笑 連一個 衣服 都不敢拿掉 還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們要有些基本的國際禮儀 例如說 台灣人也很想喝酒 這個 喝酒的機會 其實也太多 這幾年當然有 因為 喝酒不能開車的關係 所以說 這幾年 喝酒好像比較減少 但是我們 不能因為 開車不能喝酒 從事後 我們對喝酒的禮儀 我們都 不去了解 這樣也不對 因為 總是未來 未來 都一定有機會 去到外國去工作 去接受 國際社會 各國不同的民主 你起碼也要知道 什麼叫做 飯前酒 什麼叫做 飯中酒 什麼叫做 飯後酒 這些都分得很清楚 什麼酒 要用什麼杯子 這些都是有一定的規範 不是像我們以前說 中國的 中國的 中國人 幫我們衰鬧 就以前的 夾手 或是大夾 都把整湯的 手指拿起來 倒 倒到整身 那說得很豪邁 那說得很豪邁 那其實不是這樣 那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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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沒文化 飯前酒 什麼叫做飯前酒 飯前酒就是 還沒吃飯前 怎麼開港 大家在那補兜 譬如說 包括紅酒 包括白酒 包括米露 包括這個 情酒 這些都是受到飯前酒 那飯前酒 也是這個 有分紅酒 和白酒 紅酒 是絕對不能冰 白酒是一定要冰 那喝紅酒的人 吃肉類 配肉類的人 都喝紅酒 白酒 白酒一定要冰 紅酒不能冰 這都是有一定的一種 勒結 我回到台灣 感覺台灣 好餐廳 沒有很多人 當時 這種 這種 喝紅酒的幾分 我們台灣人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 這是外國的 那時候 我們大家 有錢之後 一代去外國 越油 說 去到人 豪華自助餐 說 酒 這樣 一個鍋子 咬到 不是一個鍋子 一個大部分 那個 瓣 那個酒 那是人 一個人 一瓶子 一瓶子 飯 酒 一瓶子 一瓶子 要不開始 喝了 所以 沒有搞 你這樣說 台灣人 沒有這種 飯 飯 酒 就是大家都吃飽 煮人 為了人家 更好 吃飯 之後 大家坐在客廳 主人通常都會去看這罐好的飯後酒 飯後酒叫做白蘭蒂 Brandy或是Cornier 那種比較熟於飯後酒 比較強烈的 飯後酒是那罐 代理那罐的那罐 這罐蒸酒的威士忌 它是酒精的 所以說一般比較進步的國家的人 因為這個飯後酒的白蘭蒂這類的 白蘭蒂這類的小酒 因為比較有糖分 它就補充去製造的 所以比較有糖分 一般外國人比較進步的國家 35歲以上的人都比較不想喝甜粉的酒 所以最佔是威士忌 威士忌總是吃一種 威士忌的小酒是算泥粉 泥粉越久的 表示那個小酒越香 白蘭蒂的小酒是粉 粉中類 譬如說一般來說就是Cornier 再來就是VSOP 還有跟冠軍就是拿破崙 還有跟冠軍就是XO 最冠軍就是Extra 最好的白蘭蒂就是收藏酒 就是Super Extra 所以這個小酒的中類 其實都粉到非常清楚 通常這個飯後 通常飯後就飯後有酒 沒有咬一個豆子 不去拿了 沒有咬一個豆子 不是拿來咬一個豆子 也不是說拿來說 如果你不喝也不會會洗頭 九星 是 是是是 我們學中國人跟我們誤導說 喝酒就要看人家水才會爽 這都是一個非常沒有文化內涵的一個教養 其實說飯後酒是什麼 飯後酒就是我告訴你 Koniak 英文叫Koniak 台灣的英語是Brandy 這類的酒 這類的酒都是飯後 主人家因為很高興 所以填一些 用小桌子的杯子 填寬薄 講到飯後就算兩三湯匙 那大金頭武功 那大的那樣的杯子 人家很高高的 他不是要喝飽的 也不是要喝咖的 那種酒你入嘴後 你要先給它燙 燙燙後 慢慢地對腦子吞下去 然後你嘴到八尾 對嘴給它吸一口空氣溜去 然後嘴合瓦來 對平鋼穿透出來 你的香水是酒的香味 這如果有參加過的品酒 品酒的協會的人 應該都會了解 飲酒酒的基本 一個雙性 口水 吃口水 我們台灣的教育 現在世界第一名 但是都沒有在價值 包括譬如你參加國人家吃飯 我們在那個人家 或是在我朋友家親家家吃飯 同一個人家吃飯 你如果負責肝打腳踏 我們一定有這種情形 吃飯吃到一半會打腳踏 現實說你會喝香 譬如剛才要睡一批樓 你在飯堂上會喝香 那時候你都要喝 第一點你喝香都要喝起來 不但喝起來還要給人家呼吸 你打腳踏也是一樣 打腳踏也是要給人家呼吸 我交叉到 我們台灣人幾乎都沒收到這套的會告 所以在時下你有機會去坐 這關上班下班時間 尤其去坐這關節穩 尤其節穩或公車 我時常看到很多人 嘴巴到開開開開 連後天都看不見 這實在是非常不… 這都不是台灣人的原罪 因為照說應該是政府都要幫我們架 政府都沒有幫我們架 因為那個幼稚園就開始要架吃飯的基準動作 所以說如果我們在人家去吃飯 甚至我們跟朋友去餐廳吃飯 吃到一半你如果說要去洗手間 也不會說這樣 點點就做你去 也要站起來跟大家說 excuse me 我會離開一下 這都是一個 美國國家的文明社會 都很基本的一種禮貌 但是我們科修台灣政府都不把我們架 包括我們去餐廳 很多人去餐廳 只要看裡面有空圍 撞下去 去坐餐廳 就去坐餐廳 這在外國都不行 你去餐廳都要等待 等候不生出來跟你們問 問說你是不是有餐廳 還是說你沒有餐廳 你如果有餐廳 當然他會把你帶去餐廳的地方 你如果沒有餐廳 就說他還有空圍 他會帶你出去 你如果沒有餐廳 他去餐廳都沒有餐廳 你也不可以說 你如果餐廳那麼多 那麼空 不要讓我去消費 也不可以 這基本 老實說這都有 一個人很完善 很完整的 勒毛的教養 國際勒義 在台灣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拜六禮拜 你如果出去高娃 一四個去玩 你都會看到 看到紅色 你頭上開車 太太婆婆子坐後面 現在你們 他說孩子會吵 現在我們高通報 我們有同學一個發明 一個孩子有孩子的 嬰兒兒 你去後面看看 他們孩子自小時候 都坐在後面 他會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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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台灣孩子 你如果會養 外國孩子也會養 不是養的問題 是你要他教養 在出事那天 你就要給他習慣 說他 如果會養 那種準備 車子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 走去後面 要外國孩子 坐在後面 在台灣 不是你這樣看 你如果拜六禮拜 去高娃看 外國人 在台灣人 經常問說 好 大家大人人很好 要幾乎我都請四季 這另外外國人看就是請四季 請四季的人 請四季的人 請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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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前面開車 這都說起來 都是一個 跟國際社會完全無法黏著 黏著的這些勒義 讓國人看到國人都誤解說 好 我台灣人實在是這樣 多多讓大家都請書記 這都實在是說 在國際上台不上的台面 這都是我們都要學 尤其我們去朋友的家 或是我們接朋友的車 如果有超過三個人以上 如果有超過三個人以上 那就盡量頭前那兩位 除了朋友開車 頭前另外一位朋友 這個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盡量去教育 老實說 你如果和朋友單獨出門 你不可以去教育 教育就當作孫子 其實我們在台灣 老實說台灣的政府 我覺得很實質 都沒有幫我們教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慢慢讓台灣人 學習一些 跟國際社會 比較可以黏著的國際勒義 我相信台灣人 在走出國際社會 會受到更加的尊重 是 因為我覺得你自己 要去尊重自己 尊重 人才會尊重 我不知道 現在大外國的國家 不要叫他國民黨 一路行 他們所派出去的 就是 他要怎麼利用這個機制 什麼 他叫金服聰貴 他敢是外交人員 他敢是外交的 外交的全財 都不是 我就想奇怪 我們的國家也派不出去 但是我們現在 後補的就是 我們人民 跟外國做外交的時候 譬如說 我們可以跟日本做得很好 各國國家 所以我覺得人民的教育 譬如說 譬如說 你在說 喝酒 我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 外國人吃飯 喝酒是這樣 我們外的就是要學習 就是討論 很多人來跟我們說 我們吸收起來 就是有樂園 你要知道 在那個世界的舞台 台灣要跟人騎去 我們就是要做一些一流的國民 不然說 台灣就很好 所以外國人都來笑 我們是那個 澎大金碗 窟的路頭 在噴噴的 那是代表很多很多 你去吃 你就不要 就穿到泰國 其實你 破金碗 不是普通人 有這麼好的 我們都不知道 金碗 可以 運用 像金碗 我補充一點就好 剛才你說 金浮沖 主美代表 他絕對不是 外交官 他如果真的 外交官 他要有黏替 我看他沒有黏替 他說 他都出門 回美國 回台灣 都在頭上 你知道嗎 美國那些國家是有世界文明 超級文明的國家 美國官員 幾天都不可以坐 超級無稱 以上都不可以 都坐經濟層 現在美國 從北京的台塞 落這回 他回美國 開回都是坐經濟層 所以有黏替的國家 他下車之後 還會計濟車來 兩間行李靈去 有黏替的 才見小 有黏替才見小 有黏替才見小 還有共撲 他都知道 他們家的一年一年 都是六歲人的費多錢 對 是啊 所以你看這個 是他的動作 這還要有很多討論 我們現在先 休息一下 等一下 再回來 好 我們這個月底 謝謝